HELLO 大家好,我是嘎老师 今天又是大家最喜欢的影片论坛 也就是跟着我看影片学唱歌的时间啦 那今天要来听的这首歌是一首日文歌 它的观看次数破了六亿的观看次数 那这首歌是米金玄师 那这首歌是米金玄师创作的Lemon 那我们之前在办Gajube的时候 也有参赛者唱过这首歌 而且是女生唱的 唱得极好 所以今天终于要来跟大家一起听这首歌 那关于这首歌或是米金玄师这个人 大概有什么补充的话 可以在底下留言跟大家说 那我们就来一起听听看这首歌吧 Let's go Hell 好開心到這邊 前面就是主歌的聲音我太喜歡了 我剛剛覺得整個喜歡到眼睛整個閉起來都沒有看到MV 我也不知道剛剛MV發生什麼事情 我可能影片剪出來之後再跟大家一起看這樣子 喔!太喜歡了這個聲音 它的聲音就是那種非常溫暖 然後你可以想像這個聲音就是配一個動畫男主角 就很搭的感覺這樣子很帥 重點是為什麼會讓人家覺得好聽 會不會覺得說迷人的聲音 其實是因為它的尾音唱了非常多的抖音 但是它的抖音是不會讓你發現的那種抖音 可是你就會覺得它聲音很好聽 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 YUME LARA BAH YUME LARA BAH 這邊其實就有 每一句它都有抖音 而且是抖在你完全沒有發現的狀況下 可是你就會覺得它聲音很好聽 啊!真的是太喜歡了 所以這邊就有一個重點 就是大家如果覺得你唱歌沒有感情的話 可以試試看唱歌要加抖音 那至於抖音要怎麼練呢 我們之前的影片也有教過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複習一下那支影片 非常簡單的方法 OK? 我們來看一下它主歌的音域大概在哪裡 OK!它主歌最高音其實是沒有進男生的混身區的 它最高音到了降14 但是已經快要進男生的混身區了 那再加上有一部分的男生其實混身區會提前的 所以可能在唱這首歌的主歌的時候就有點辛苦 不過大部分男生的混身區來說它是還沒進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練低音的話 這首歌的主歌也是一個很不錯的題材 就是大家可以練起來 雖然說它還沒聽到副歌 但其實還是可以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其實這首歌我覺得最困難的部分 就是它的節奏跟它的grooving Dad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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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現我拍子都是對的 可是沒有那個味道 就是因為它的拍子是有一個grooving 是有一個輕重拍的 所以有一些重有一些輕 如果說你有覺得說這首歌你唱起來拍子音準都對 但是聽起來就是沒有那麼感覺的話 需要先練一下這個輕重拍 好 那麼就繼續往下聽聽到它的prechorus 然後prechorus就是副歌前段 然後接副歌這樣子 好 我們往下聽囉 好 再次唱歌 虎王 陈汝我刚前面说我其实这首歌最困难的部分其实是他的节奏 副歌是节奏加上他的音准 他的旋律他写的其实就有点困难是因为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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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就是这种跳来跳去的音节 然後再加上他的節拍都是副點的 所以其實這首歌你要把它唱好有一點點困難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別人唱 Lemon 這首歌翻唱得很好聽 那就代表他的歌唱功力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歡迎大家底下在留言 留言 歡迎大家底下留言你有聽過 Lemon 翻唱好聽的版本 OK? 好 那麼來看一下這邊又到了幾多高 基本上他從他的副歌前段 就是 Prechorus 其實已經進渾身區 不過沒有進了很多 大概唱到了一四這顆音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這顆 一四 所以這邊可能已經有人開始覺得 有一點點點小小的難唱這樣子 那副歌就更不用說 就是我剛說他有大跳嘛 基本上他剛剛最高音唱到了 B 四 不過他那一顆音是比較像唱的一個假音的音色 Ana 這個這邊 Ana 就會比較偏假音一點點 那如果大家在唱現場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大家 唱到不要這麼偏假音的音色 就是輕柔一點點的音色就 Ana 就不要 Ana 唱到這麼鬆的你就會發現 音準有時候會很難控制這樣子 基本上他前面除了這顆音以外 都是唱非常紮實 也就是好球帶比較偏下的音色 那前面他扎實的音色 我們來看一下他唱得到幾多高 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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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うように 勇気が出来ない あんなに側に居たのに まるで嘘みたい とても忘れられない 哇 I can't even go back to my heart 切り分けた果実の堅物のように 今でもあなたは私の怒り 我剛剛在他Bridge的地方要接回副歌之前 他有一個轉調 我好喜歡那個轉調 就有點意外的轉調 可是好好聽喔 就這個地方 我喜歡這個喔 我聽說這首歌就是他自己做的 我聽說他的其他作品也都是非常好聽 就非常厲害 不只是唱得好 做得也非常好 大家應該可以聽得出來 他最後一段的副歌旋律改的蠻多的 這就是另外一個讓歌曲再更上一層樓 或是有一個更鋪陳上去的感覺 就是再改他的旋律這樣 當然他的編曲也變不一樣了 再加上他其實最後一次 大家應該可以很明顯聽得出來 就是他原本會轉假音的那顆音 他直接用扎實的聲音直接唱上去了 而且他知道就是歌曲要怎麼鋪陳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厲害 這個部分大家可以學起來 那你要練高音呢 有兩個非常基礎的練習 我們要再講一遍這樣子 就是彈唇跟菇的練習 如果你對於高音真的非常非常的不熟悉 會緊繃啊有斷層啊 全部練起來非常非常重要的練習 這只是最基礎的 那如果想要訂更進階的部分的話 歡迎加入嘎老師戰隊 入學檢定考報名起來 那最後總結一下 簡單來說我覺得米金學士 不只是創作上非常好聽 而且他的歌聲也是非常好聽的 抖音唱得非常好聽 然後又非常迷人的聲音 然後高音也可以唱得非常好這樣子 只是我個人覺得日文不是那麼好 所以聽完整首歌 我還是不知道他在講什麼這樣子 所以大家如果知道這首歌什麼意思 或是你想要幫大家翻譯一下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今天有三個東西可以留言 大家都留言起來 好啦那最後還是要跟大家小小的推薦一下 就是如果你自己有常在做翻唱 有錄音的需求的話 這支麥克風的CP值非常非常的高 音質很好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們之前介紹的這支麥克風的影片喔 好的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記得按讚加分享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 旁邊開始通知的小鈴鐺 我每個月一四晚上九點發布新的影片 最後也不用按讚我們Facebook追蹤IG 以及加入我們LINE 你可以在上面詢問任何跟練習生制度相關的問題唷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嘎老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